说如何让阿嬷的脚有感觉 不要再让孙子说阿嬷你的脚怎么没感觉 所以今天营养师说我们可以这样吃 来促进血液循环手脚不冰了 这两道都是宝贝啊 是而且家里都是 妈妈们就可以自己自备的 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你想让自己的血液循环好一点 大概从几个方面去想 一个让你的血管内膜柔软一点 那这部分大概就是要接触一些 织化素生物类黄筒 所以中医有在讲说红色食材护心 就因为它本身具有这类的织化素 所以可以多选择这些 红色啦深紫色的蔬果 那另外一方面是我要让血管扩张 血液循环才会好 特别是末梢血管小 比较小血液循环会比较收阻 所以这时候如果有哪些营养素 可以让我的血管扩张 那就可以当到我的目的 那我会比较建议就比如说 将来要输入落柜泉这一类的 这个大概都是属于在 比较我们在食材上面 你会摄取上面有辛辣味的 大概都具有这种特性 它的特性是什么 就是微血管扩张 所以你知道微血管一扩张 身体就软活起来 所以像一般来讲 我们冬天煮姜啊 蒜啊 甜菜跟红啊 都是好东西 对都可以使用 在调味上面都可以利用这些东西 另外一方面我们会建议 维生素D3 然后想维生素D3不跟骨头有关系吗 另外一方面还有一个功能 它可以帮助一氧化氮的释放 那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 一氧化氮可以让我们的血管扩张 可以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 避免所谓的动脉硬化 所以这一方面我们就可以从维生素D3 也来启动这个作用 黑木耳香菇 是的 黑木耳香菇 蛋黄或者是鲑鱼都可以 那另外一个呢 是维生素的部分 维生素B3 它是一个很特殊的 它有一个本身的功效 它自己的功效 它就是让小血管放松 瘦肉啦 全脉 酵母 大豆 坚果都有 那另外一个就是一个氨基酸 叫做金氨酸 这个金氨酸本身也可以释放 所谓一氧化氮的释放 造成血管扩张 抑制动脉硬化 那哪些东西有金氨酸 因为它是氨基酸 所以就是蛋白质 优质蛋白质有的部分 你都可以摄取得到 然后最后我们要讲到一部分 我这里讲的 大概都是血液循环 扩张血液循环 但是有一部分是贫血的人 为什么脚乳 手部的氨基基 其实是因为 对 手脚冰冷 是因为它血液量不够 所以贫血这一块 所以针对这一块的足球 我们会建议 那你就把营养素补给它 铁子跟B12给它 让它红血球的生成 会比较快速 所以搭配这些优质蛋白质 再加上这个 可以促进红血球生成的一些 海鲜背肉 红肉 蛋黄 木耳 芝麻的话 那你的冬天 就会比较暖火了 哇 这一道 这个叫做黑五宝骨姜 其实很多大家都会在 早餐就是喝豆浆 那我会比较建议 豆浆事实上 也不建议一定是黄豆 冬天我们就用黑豆 黑豆的钙质 铁子都很高 所以补血性很强 那另外一方面 有些人会加糙米 我们就换成台湾的纸米 台湾纸米的好处是什么 膳食纤维很高 所以如果对高血脂症的 长者来讲 其实它就是一个 初级选弯的好的音品 这时候我搭了 所谓的芝麻一样 芝麻里面的钙质 全都是O的 黑木耳紫米都是膳食纤维高 所以几个重点 促进我的血脂 降我的血脂 促进我的血液循环 再加上我补血的效果 所以这一杯冬天来喝的话 长者女性 其实都很适合 真的 另外一道宝贝 是一道排骨炖汤 对对对 其实我很喜欢冬天用一些 所以就我们讲的辛辣的东西 所以我这会会加很多的姜 可是加了姜一般来讲 我们大概就是炖鸡汤 这一类的那我就会想说 其实我如果想要这样的血脂 那我的血液循环好的话 其实菇类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 你这也是茶树菇 对我加了茶树菇 巴西蘑菇跟香菇 所以茶树菇是 这个是茶树菇 它就是茶树菇 对它是茶树菇 是赛干的茶树菇 其实我们可以买得到新鲜茶树菇 我们买得到 只是说它有季节性 对对那如果你 不同的季节你买不到 你就一般中药柴行 就可以买得到 这个是茶树菇 这是巴西蘑菇 这是巴西蘑菇 对 常常看到巴西蘑菇 所以就长这个样子 就是长这个样子 没错 对 那就是香菇 那这个就是香菇 这个大家都知道 对 好 没错 除了我刚才讲 我要它的膳食纤维 其实它都多糖体 本身妨碍性就很强 所以我们也是善用 这样的来做搭配 那一般来讲冬天 我如果能喝到一碗 软软的茶菇汤 其实你身体会很软活的 你看 所以这里面有茶树菇 对 然后又有巴西蘑菇 香菇 又有香菇 对 那优质蛋白质 我选了小排骨 小排骨 我为什么要选这个 介绍这个菇品 因为如果有些素食的人 他会说 那我的蛋白质从哪里来 一般来讲 他们都会用很多的大豆制品 比如说豆包啦 什么百叶豆腐啊 可是那个含油量很高 您加玉米淀粉 对 我是调味的 就会感觉 这个汤头是有那个甜味 我为什么会跟大家分享说 我用菇 是因为菇的蛋白质 是在蔬菜里面 蛋白质偏高的 所以如果你是素食的人 你冬天想要软身 你就善用这些菇品 我是光文英 请到聚焦2.0YouTube频道 进行订阅 同时到聚焦2.0FB点赞